面对共击不断的侵扰 军方持续进行操演 强化实战能力 屏东就有民众直击到 从20号开始一连三天 陆续出现了天宫三行防空飞弹车 从北部移防恒春半岛 一长串的车队场面相当壮观 沿途除了有军事迷全程关注 还有小朋友在路边呼喊 国军加油 在警徹护送下 国军车队一长串出现在路上 缓缓前进 场面相当壮观 但其中吸睛的是夹在中间 这两辆天宫三行防空飞弹车 20号一早天刚一辆 大型车身在平诺道路上被直击 准备南下以防恒春半岛 尽管已经选在清晨十分进行 还是引来不少民众关注 国军加油 军队阵容这么大 你会不会替他们加油 会啊 会啊 加油 这一幕看了这份人心 不只军事迷全程关注 更有小朋友在路边呼喊国军加油 而面对攻击不断轻扰西南空域 军方也持续进行操演强化实战能力 像是这回在院的天宫三行防空飞弹 尺寸又加大 据了解射程最远预估大于160公里 射程高度则是预估高于30公里以上 可以阻绝飞机飞弹拦截高空目标 进行预防就有助于可以防治中共的这种威胁 防控部队的弟兄姐妹 可以熟悉战场的这个地形地物 我们看到民众都会在路边 高喊国军加油 真的是让人蛮贴心的 国军车队帅气迷彩外嫌疑 在路上出现意外又引发关注 也在度展现坚强军备力 近十岁 屏幕导